我们在这边来讨论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辖积分 积分由0到无限大 积分的函数是1的负x的平方 那么这是一个很类似在统计学里面常常用到的 叫做积率密度函数 跟这个很类似 那么我们要积分这个函数的话 这个辖积分要怎么样去计算 那么我们给各位同学介绍一个技巧 这个辖积分假设它存在 我们假设叫做i好了 那么我们怎么计算它呢 我们是这样子的 i的平方我们利用的是两个相乘 这是题目叫做0到无限大 1的负x的二次方 dx 我们再乘一遍 但是这一次乘的话呢 我们不要再用x了 我们用y 好 这样的做法的话呢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把它顺序对调之后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叠积分 中间的这个函数 我们也可以把它合并 这两个都是以1为底的 所以上面可以相加 就变成了负的x平方加y平方 dx乘dy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积分范围 这个积分范围 x的范围是由0到无限大 y的范围也是0到无限大 来我们来画成直角坐标看看 直角坐标这是x轴 这是y轴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积分范围 就是整个第一向线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话呢 要把这个题目画成直角坐标 那么怎么改呢 直角坐标的话 这边 直角坐标我们的积分的角度 是由0到90度 就是0到二分之拍 那么距离的话呢 r的话呢是由0到无限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来我们改一下 这边是1的负r平方 这边dx乘dy我们把它改成 rdrdx辿达 角度由0到二分之拍 r是由0到无限大 那么我们现在先做内层 这边多了一个r的话呢 那就好做多了 这边的话呢跟θ无关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写dθ 这边的话呢是 这里是负的二分之一 1的负r平方 我们的范围是由哪里到哪里呢 0到无限大 好前面继续写下去 前面就直接写二分之拍了 这边来看这是多少 负的无限大次方 这个是1的负无限大次方 就是0 0带下去 减掉 这边是负的 减掉负的那就是加了 加多少呢 1的0次方 那就是数字的1 所以这边是二分之一 所以等于多少呢 四分之拍 这还没有算完哦 同学看 i的平方是多少 i的平方是四分之拍 所以各位同学知道 i的计算是几呢 所以i是几 平方根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二分之根号拍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么我们在这个题目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第一个 我们把一个直角坐标 化成了急坐标来计算 反而会变得比较容易 如果说这个题目 不化成直角坐标的话呢 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困难的 一个变数变换的题目 它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没有像我们这个 那么让的容易